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华大这一个它叫超级测序中心里面产生的 我们的确是扛洋枪打洋仗 把全世界基本上所有做基因测序率这些都送到华大来 然后我们就被掐脖子了 就是你太强了以后就会被掐脖子 突然一天我们原来最大的上游就说 新的机器不卖给你或者说涨价 旧的机器保修跟买仙的价格差不多 就对我们来讲 测取仪就等于基因领域的光刻机 就等于基因领域的光刻机 这就是直接要把你灭了 老老师你看啊 你2000年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机器是这个 那个时候是第一代的是这款产品 就这个 对37377是这个 后来就是我说的 我们来到深圳以后 技术迭代了发生进步了 对 扛洋枪的打全球仗的时候用了就这个 Illumina Illumina就这个机器 当时一口气买了它128台 就基本上 那时候一台设备多少钱 将近快100万美金 也就是600万人民币 600万人民币 当然给我批量是有打折的 对 相当于我买这老大的设备 去打老三 后来把老三快打残的时候 老大要卡搏的 老三说要不你考虑收购我吧 2002年的7月份 很不容易 我们就夸起就飞到加州 就开始去讨论 但是华达没有钱 收他 还得支付过桥贷款 这个时候是谁支持了呢 那个时候没人支持 就是卖了我们当时做服务这个公司的股权 然后来支持 过桥贷款一个月600万美金 收购不成 过桥贷款 他就白花了 如果拖一个月 就拖你4000万人民币 就这么理解 所以签协议那一天 当时签了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无限连带责任什么意思呢 如果收购不成 或者你这个未来 比如说资本退出路径失败 不是说按有限责任来赔 如果光说大股东就算了 连我们几个核心的一起无限连带 就是你的财产要捐了 就是要赔给资本 那你要舍还要得了 就拿这个协议 我们哥几个就在商量 当时我徐迅 研究院院长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公司当时的这个总经理 我说我们哥俩就跟你签了 然后我们俩撑着你 就这么着吧 签完字就要去 王老师不是拿过来了 跟资本说 我一个人就行了 这几个不能 还没挣过钱 其实他也没挣过钱 你就会明白 向死而生 你把牌打光了 自然就有曙光来了 已经走到悬崖边上的感觉吗 你不走是死路一条 因为已经掐你了 你走你可能还有希望 老老师是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的点是 你退了 这个领域就退了 退了就清零了 可能这个国家就没有这个品类了 从此 但是九四一车 你为什么 如果你是为了科技 是为了在这个行业掌握 最根本的第一性原理的 它就是值得的 消化其他再创新 就变成了今天大家 中国就有一个测试能力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